女性好痒行为有哪些? 医生,这六件事,能少做就少做,请听劝。 中医理论中有一个关键概念,好痒。 这一概念对中老年女性的健康影响尤为重要。 想象一下,每天的日常活动,不经意间可能正逐渐削弱身体的阳气。 这些行为看似无害,实则潜藏着对健康的长期影响。 阳气在中医中代表着生命的活力和能量。 当这种能量消耗过快,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平衡的症状。 那些常被忽视的小习惯,实际上可能是耗费阳气的主要原因。 接下来,将详细探讨六种常见的好痒行为,以及如何有效避免这些行为,维持身体的健康平衡。 一,阳气为何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呢? 阳气,阳气生,百病无,阳气弱,则百病生,阳气对于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。 中医认为阳气是储藏在肾里的,肾是先天之本,是人藏经的地方。 人体正常的体液都需要阳气来养护推进,阳气充分调节人才会健康长命,精神抖擞。 它是开启人体阳气的金钥匙,经常拍一拍,阳气源源不断涌出来。 二,女性也会出现阳气不足。 这几个异常特征要留心。 一,疲劳乏力。 若女性出现疲惫乏力,精神状态变差这种情况,要注意了,多半和阳气不足有关。 身体保持健康的人会坚持好的习惯,例如作息规律,适当锻炼,营养满足需求,在多方面调节的情况下,健康有了保障。 自然精神状态良好,不会莫名疲惫,乏力。 但是,在阳气不足的情况下,身体状态变差,甚至抵抗力降低,某些器官运转会受到阻碍,后续就容易表现出精神状态变差这种情况,需合理调节来恢复满满活力。 二,手脚冰凉。 阳气不足会影响体内血液循环,手和脚是末梢神经,得不到血液的供氧,无法维持恒温,身体就会出现怕冷的现象,手脚总是冰凉的。 就算是天气炎热的时候,手和脚总是冰冰凉凉的,让人感到一丝丝凉意。 三,抵抗力下降。 阳气不足要警惕,因为有的人抵抗力薄弱,容易生病,实际上是阳气缺乏。 在良好习惯养成的前提下,阳气源源不断产生,可以维持平衡,从而激活免疫细胞功能,比抗力正常发挥,疾病才能绕道走。 但如果忽略好习惯养成的重要性,在阳气缺乏的威胁下,免疫能力下降,无法有效对抗病原体入侵,会让这些细菌、病毒等趁虚而入,从而发展为疾病。 而反反复复生病,除了影响正常生活,还会对人的寿命造成影响,可不要大意。 4.肠胃不是贫乏 身体阳气不足,抵抗力下降,容易受到寒气侵入,呼吸或者进食对于贪凉,对于肠胃的都有一定的影响。 肠胃受凉,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等不适,蠕动速度变慢,食物不能及时分解排出,肠胃中寒气重,受凉收缩,食欲 也会受到影响。食欲不振,肠胃不是经常发生,也要考虑是不是要给身体补充阳气了。 3.女性好阳行为有哪些? 医生,这六件事,能少做就少做,请听劝。 1.饮食不节制 如果经常吃生冷寒凉,以及刺激性较强食物,久而久之,导致自身阳气生发受到影响。 还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外卖,这样更容易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。 饮食不当会抑制阳气流动,时间长了,增加患病风险,建议大家一定要合理搭配饮食,确保充足营养物质摄入,更有助于气色越来越好,显年轻与活力。 2.长时间熬夜 现在每个年轻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年龄,也就是说,长时间熬夜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,加快他们的衰老速度。 因为熬夜时,人体会消耗大量的氧气,降低他们的免疫力和身体素质,而且会导致肤色越来越差,甚至有患病的风险。 因此,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保证充足的睡眠。 如果没有阳气,应保持八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,中午适当休息半小时左右,这样可以有效地维持体内分泌,维持器官的正常代谢功能。 3.过度依赖空调 一年四季,估计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,都是待在空调房里,就算是天气好,也是懒得出门,一有空就是赖在床上,动都不想动弹。 4.长此以往,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,内分泌也会容易失调,脏腑的动力下降,对于阳气的耗损会增多,也就会容易导致阳气不足。 再加上接触阳光比较少,无法从阳光中吸收到阳气,还有就是气温高时,过分的摊凉,都是容易耗损较多的阳气。 4.久坐不动 很多人由于工作性质原因,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整天,长期缺乏运动,更容易引发身体健康受损,也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伤。 久坐不运动会影响血液循环,导致毒素垃圾在体内不断滞留,身材越来越胖,阳气不断被消耗,增加患病风险。 女性体内缺乏阳气,身体素质更容易变差,也会感染某些疾病,而且会导致整个人的状态呈现出病态。 所以,多出门走走,多吸收一点阳气是非常重要的。 5.情绪不好 现如今,女性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,不仅要忙于家庭,还需要忙于工作,时间一久就会使自己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下,此时也会容易影响到各个功能和各个器官的正常运行。 6.如果女性总是情绪不好,爱发脾气,不懂得调节情绪,则会容易扰乱内分泌,加速阳气流失,还会使衰老有所加速。 6.在日常生活当中,建议各位女性要懂得释放个人的情绪,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这样可以更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强健,也能够有效地补充阳气,帮助女性保持年轻活力的状态。 6.露脚踝 不管春夏秋冬,九分裤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女性的时尚单品,甚至在一些寒冷的冬季,很多女性也会卷起裤管,露出一节脚腕。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,脚踝有一个重要的穴位,那就是三阴胶,三阴胶是肝皮肾三条阴晶的交汇穴,这个穴位若是受到了寒邪的干扰,就会容易使三条阴晶受到影响,使阳气外泄。 4.阳气不足难长寿,多吃这五种食物,把阳气补回来。 1.胡萝卜 胡萝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,如果患者患有皮肤粗糙,经常觉得眼睛干燥或患有夜盲症,可以多吃胡萝卜。 胡萝卜可以有效地保护皮肤和眼睛的健康。 胡萝卜不仅可以生吃,也可以用来煮粥,还可以补充阳气。 2.羊肉 羊肉是一种常见的肉食,胃肝、性温、无毒,可入皮经以及肾经,所以能够起到温补气血、抑肾气、助援羊等功效,可用于改善肾虚腰痛、羊尾经衰、病后虚寒等多种病症,也能够起到补羊气的效果。 3.菠菜 具有良好的补血、瓶肝、滋阴、益气的功效,可以很好地改善肝气不畅引发的腹胀、眩孕、贫血等症状,同时还可以改善体内阳气不足。 但是菠菜中含有草酸物质,在食用前需用开水超后再烹饪,以防影响机体对钙的消化吸收。 4.韭菜 如果已经有阳气不足的现象,平时可以适当进食韭菜。 韭菜是比较常见的蔬菜,适当进食韭菜能够获取里面的多种营养物质,达到补充阳气的效果。 这样阳气不足的现象才会得到改善。 在促进健康的过程中,需要掌握正确的饮食方法。 一旦有阳气不足表现,可以进食性质温和的韭菜达到滋补身体,补充阳气的功效。 5.大蒜 阳气不足容易引发疾病,如果可以在饮食过程中适当吃一些大蒜,能够获取里面丰富的营养,达到温补身体效果。 因为大蒜含有大蒜素,本身可以达到杀菌的效果。 而且,维生素含量也较为丰富,性质温和的大蒜多吃可以达到温补身体,改善阳气不足的表现。 因此,在身体适应的情况下,可以适当吃大蒜进行调节,防止阳气不足现象明显。 总结来说,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浩阳行为看似微不足道,却可能对健康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。 了解并避免这些行为,不仅能够维持身体的阳气平衡,还能促进整体健康与活力。 中医强调,养生需从日常细节做起。 无论是合理饮食、规律作息,还是保持良好的情绪管理,这些都能有效的保护阳气。 希望每位女性都能警醒于小习惯的重要性,透过简单的改变,达到健康长寿的目标,真正活出美丽与自信。